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是我Milano Yuki 今天回來最主要講幾件事 就是一些關於新手的玩家 剛剛接觸ECO的時候 一些系統性 即是遊戲裡面的系統 可能不熟悉 想知道一些 因為我最近都收到一些訊息 有些玩家 看完影片之後 就想問一下如何 了解一下系統上的東西 今天最主要講幾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 寵物的設定AI AI的設定 即是新的功能 AI系統 跟著 Iris卡片的系統 跟著就是技能重置 能力重置 跟著 二轉的互轉系統 現在首先講一下寵物AI設定 寵物AI設定 我就拿一隻 比較初階的寵物 大家都可以接觸 如果是新手的時候 這隻小豬 我先收回 太敵仔 太敵仔 基本上如何開回 AI設定 你一開新寵物 就自然會出來了 太敵仔的能力值如何看呢 基本上就是 威脅的太敵仔 選擇情報顯示 就看到 它現在有HP NP 和SP 大約是 血巴大約多少 另外 威脅的第二件事 就是它的寵物能力值 表示 第二個這個選項 按一按它 基本上 草物系統怎麼看呢 第一就是Base Level 第二 右邊 這個順賴度 可能就叫親密度 它現在是黑色的 如果你之後可以提升它 另外就是 H等級 即是可能是一些 我暫時都不太清楚 這個 即是代表了什麼 但可能是代表了一些 寵物等級 即是它的 積階 可能類似等於 我們的二轉 三轉 或者是 精煉度 或者叫做 當它由H到S 3個S 接著是10 那麼這裡每一格 代表1格 所以H1 第10格就是H10 這樣 升到10格之後 就會跳下一個 LV 就是A,B,C,D,E,H 即是 再上一級 就是 E 這樣 所以就會變成 H,E,F 這樣上 升滿了一格 就會跳上去 這樣 那這裡成長數值 成長數值 以前的寵物 舊的模式 就是要它慢慢升 現在基本上 可以吃一些糖果 它有分等級 基本上有H級 然後有不同等級 像這個 S1 最少P的數值 即是這個 最少精煉數值 我叫精煉數值 即是暫時統稱 P 最少值 就要去到S1 等級 這個H就不能吃 所以最大 就是3個S10 即是升爆了 它會有說過 吃完一次之後 再試用的時間 有300分鐘的時間 以及經驗值 一吃完之後 會給它多少經驗值 升呢 這樣 順賴度 上升率 即是跟你一起 打怪的時候 會不斷地上升 你每吃一個糖果 都會上升 即是升 都會有上升 但是 順賴度 基本上是 跟著你打怪輔助 才可以上升 基本上 暫時的寵物就是這樣 例如 我講解一下 怎樣去升 先升這個部分 基本上 我有些 糖果 如果沒有糖果 也不要緊 我可能 現在 我在自己的服 去南方平原 南方平原 南方平原 為什麼要去南方平原 原因很簡單 因為 南方平原 主要可以買到 一些 草物上的AR設定 的 道具 協助大家 如何去打 這樣 那 先去 那 基本上 你新手 一定會有一本 叫做 石像書 這個應該叫 木錄 這樣 卡兩下 接著 南方平原 即我現在 南方平原 我自己這邊 根據你自己的地圖 擺賣的時候 如果有些NPC 或者 在這裏 販賣一些物品的時候 它都會變成一些石像 或者一些商店 那這個木錄 就拿來看一些 販賣 就是 在賣什麼 和在賣什麼 就是它要賣什麼 你要收什麼 都可以在這裏 一個木錄 這樣指引人 就不需要逐個逐個看 那譬如我現在要賣一些 糖果 那就 按第一個 那基本上 糖果 就 它有一些名稱 但是如果日文不懂 基本上不要緊 南邊應該都會比較多 如果在日服 我這個伺服 在L服 但是其他伺服 我就不知道 我選擇這個 因為我知道 大約是什麼 這裡 它有一分幾隻 H到D10 然後F到B10 它有不同時間 一些是四個小時 四時間 即是四個小時 有一些六個小時 這些可能升一次 或很多 有一些五個小時 信1.3 即1.3倍的上升率 信賴症 基本上 我現在的H H1 到D10 我建議 根據你現在的寵物 最低的能力值 買一些 最低 H1 到D10 那可能 到你下一刻 去到F 那你就要買這個 就不要買這個 因為變了就沒有效率了 所以現在我要買的 就是H H1 H1 那它這個就會比較少 因為它是低 即是初級的 的物品來的 那 240分鐘 用一次 接著 40經驗值 那已經很足夠了 那我買一個試一下 或者買兩個先 那買完之後 那基本上 泰迪仔怎麼升 它的能力值呢 除了打怪升之外 基本的能力值 還可以有一些自選的能力值 開這個能力值 然後 你會看到 它 這裡 給它吃東西 你可以放在這裡 然後 自動點擊 那它就會自己吃 那 會定時定後自己吃 吃完之後 你會看到剛剛 它會彈一個升的符號出來 升了之後 這裡有一個成長點 BONUS POINT 那 有4個小時 即是下一次 再吃的時候 就要等4個小時 那現在升了G 大約G8 應該是 那這裡沒有升過 這個順暗值 但是它的level 是有升過的 那這些能力值可以怎樣加呢 就加這裡了 自選的 那基本上 你喜歡啦 隨你啦 那我基本上 就暫時 隨便 就加HP先 加滿它 看著左邊這裡 升了 就升到自己想要的能力值 那下一次再吃的時候 也都可以手按 對 手按 那基本上 它草物都可以有個武具 和防具 那它武具防具 都有個條件 全部系統 草物用的防具 有個最低限度的使用條件 有些可能比較加2 加3 就可能A 要因應 那些情況 一般現在去到加5 但是加3 比較普遍 那說完能力提升之後 就是AI設定條件那方面 那條件那方面 你可以怎樣知道 究竟現在你的草物有什麼能力呢 按這個 呃 如果沒有開這個的時候 威脅 草物 第三個 那這個呢 就是設定它的 條件 就是可能 究竟打怪的時候 應該做些什麼呢 左邊數起 攻擊重視 即是由 它會主力去 做成一個主動攻擊怪 攻擊模式 就見到怪就打的了 見到一些東西 就會感受到的時候 範圍裡面感受到的時候 就會去的了 第二個 主人重視 即是可能說 邊打怪 又會邊重視 一些主人的 可能能力的方面 的 例如可能 他主人不夠血的時候 會幫他補血啊 或者加一些技能 這樣 就去 做一些supporting的事情 嗯 追蹤呢 就跟跑而已 很簡單 那 第四樣就是自定了 一般來說 自定 通常我都會用開的 好像小豬一樣 小豬都會自定 然後他就會自動設定 那自動怎樣按呢 寵物方面 有兩個 AI設定欄裡面 有1、2 2 基本上你可能要買一些道具 或者做一些任務 但我都沒有 基本上我都不需要用到它 但是 如果你知道怎樣去開 當然你們可以 從自己的途徑去 啟用這個功能表 好 那之後 看看這邊 有四項的選項 條件 行動 然後 主動技能 然後 被動技能 被動技能一般都是回復技能 因為寵物 基本上一開始是不懂自己回復的 新手的時候 他會給一些三個能力點 條件裝些什麼呢 條件就是裝一些 究竟你用什麼條件去發動這個技能 一般我會先看主動技能 行動方面 一般就可能 暫時很少用 主動技能 你怎樣知道他現在有什麼基本技能呢 這些基本上都是他的技能 身寵的話 一開始 你看到沒得忘記的都是他的主動技能 就是他本身提供了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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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寵物 按些條件可以怎樣買出來 那 拿些錢 那 新手呢 基本上可以找一個地方買 都是在南方平原 那 基本上你來到這個位置 在那個任務咖啡店旁邊 有什麼叫NPC 有什麼用呢 條件 那 開一個AI 開一個設定 條件 那你要根據你的技能 主動技能 一般放主動技能 被動技能就不會 那我現在要回復 那條件是什麼 條件 詳細 使用HMP 即是寵物的MP 就會扣12點 那 他目標是自地的中心圓形 就發出來的 所以他目標是自己 對象是自己 那 所以 我現在要買的條件 在哪裏買呢 就可以在這部 綠色這部 點擊他 那他有很多條件 的 有自己HP 多少以下 自己HP 多少以下 NP多少以下 這些就不詳細說了 那我通常呢 他主人HP 現在是 最主要看主人 主人HP 一般我會設定 譬如說 我想要 當主人的HP 前面是主人 主人的HP 小於或等於80%的時候 就對主人 後面這個 對主人 發動一個能力 那但是呢 他這個技能 剛剛我所說的 回復技能 就是太力仔本身的 他的對象是自己 那所以 應該是 當主人的HP 少於80% 就對自己 施發一個技能 那所以他有幾部分 主人對自己 中間 即是 代表對於你的隊友 組隊之後 Partner Party 那就是對敵 這個就 那所以 自分呢 就是代表他的寵物 主人 代表主人 那所以 所以我現在需要的 譬如說 我想要80% 的時候 買一個 1000元 那基本上 這些都有條件的 黑色 信賴到黑色以上 那基本上 就買一個 接著 這樣就學他了 學一些條件 那就Double Kick兩下 開著你的寵物 不然的話 如果你是這隻 可能其他寵物 就會學到他那裡 總之 你正在用那隻 就開 Double Kick 然後學了 覺醒了 OK 那覺醒了之後 你會看到 條件這一頁 就會多了一件 就是你剛剛學的東西 好 那如果 譬如說 現在 條件上面 我想要這個技能 回復 那這個次 這五個數字 代表什麼呢 就是先發動的條件 第一 就是 由一至五 一是代表最優先發動 五是代表最次要的 發動 基本上 然後 可能 技能 拉上去 好 接著 條件是 主人的HP少於80%的時候 對自己發動 這個技能 拉上去條件 這裏 是最優先的 因為補血嘛 當然就是最優先 所以 基本上 如何去啟動他呢 當你放好所有東西 同時間 你要設定你的AI 思考設定 因為你一開這個自定的時候 怎樣開呢 按它 這樣就開了 那它會根據你 究竟你這個 AI設定是什麼 它有 AI設定裡面內容有 攻擊重視 攻擊重視就是什麼都有的 敗敗包圍 你看到現在自己打的 如果攻擊重視 通常 物理性攻擊就是普攻 物理技能 性攻擊就是 出SP的技能 魔法就出NP的技能 接著出一些 支援性就是支援你 多一點 主人重視就是 重視主人 防禦就基本上 不打的 就是站的 被人打 接著追蹤 追蹤就基本上跟著跑 基本上是最安全的 人家打他都會反擊 但是防禦的人 全程防禦 這些有些不同的 好 那怎樣去啟動他呢 我現在想 譬如說 做一個支援形式 好 接著呢 他有講解 究竟支援有什麼 這樣 這些就不詳細講 好 接著條件就是 再使用 即是可能說 再次使用的秒數 當然 如果你100%的時候 這個使用秒數 就一定要調回 如果不是 就會不斷耗HP NP 不 SVNP 就很快用 除了所有NP 先打開 接著他就 卡一卡這個位置 切換 藍色代表 穿了 然後按這個 Settle Settle Finish 這樣就保存了 好 那怎樣可以知道 究竟會否合作呢 那我再買多個條件 因為這個條件 基本上就 不行的 那 買一個100% 即是錯誤的示範 還有一個自己示範 一樣 學了他 他有上限的 每個 學一些技能的時候 那多少上限 我就不太清楚了 好像10個 衛擊他 不用衛擊 那就設定他 接著 看看 我現在照吃條件 一個錯的 一個對的 接著都是0秒鐘 技能一樣 都可以回復 技能 那會出現一個感嘆 即是因為 他那個技能 是對自己發動 不是對主人發動 所以這個條件 是錯的 那 再看看這個 那這個呢 就是對自己發動 100% 那有些什麼不同呢 譬如說 當你的主人血量 80%以下 才會發動 但當這個100%的時候 他就不斷地用 這個錯的 所以 他就不可以開動 所以 如何拉上去呢 把我第三項 按上電咀 就可以了 好 接著 就是 卡這個 他就會著氣 那什麼時候生效呢 就由你 這個 卡起 然後 看看 好 威卡 情報表示 譬如 我不打這隻怪 因為他是支援的 他會見到怪 都會打的 好像人家這樣 不過他吃了 不要緊 好 我們去找個下一隻 去示範 這樣呢 好 這裡啦 好 卡開他了 看看條件 看著條件來做 那他就會不斷地補血 不斷補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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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這裡 他會不斷扣NP 不斷補血 好啦 那你如果不斷補血 你基本上就很快被取消了 那當然 他有條件之下 就會比較好 那如果沒有條件 100%的時候 你一定要用他的時候 就是 某些程度上 你需要使用他的時候 那你要怎樣做呢 就是 CD他 可能設定他10秒 使用一次 設定 好 那他就會這樣 10秒之後 當你的血量還有1% 那他就會再用一次 但是他一樣要打 就是這樣 好 那為什麼停了他呢 基本上就 大致上 寵物就是這樣 那當你的寵物 對啦 對啦 當你的寵物 當你的寵物 升完之後呢 就可以去 升到110 LV的時候 就可以去轉身 那但是轉身條件 就是你的 人物角色 啊 要轉身 即是上位轉身 三轉左才可以轉身 如果聽聞 因為方便你打武神 那我現在三轉 98LV 47LV 這樣 劍士 劍鬥士 那怎樣轉呢 基本上就 轉身了 一轉了之後 和未轉身就是這樣 威脆過寵物欄 寵物欄 寵物道具 那你其實看到 未轉身 轉身了就會有一個 轉身 轉身制 那樣的東西 然後 他會有一個 能力值是不同的 那會強化了 現在84 這個順賴度已經去到水色了 那再高一級 好像是再高一點的 沒有記錯的話 但我不知道 因為到水色 水色好像是最高的 如果有錯的話 可能是指出 那看到這些 我可能 護符 我也是用到D10 那D4 加4加5 都暫時沒有找到 而且現在轉身了 能力就是高很多 你看到我現在能力 就是點爆了 好 那接著 小豬的設定 怎樣設定 基本上 當主人 少於HP100%的時候 對主人施放一個護盾 7秒鐘CD 不需要不斷施發 然後主人HP 第二個次要的80%主人 對主人發放這個 40%回復量 HP回復的技能 這個可以買回來的 有些寵物可能有 本身有 沒有的就要自己買 一般來說 比較耐用 一般常用 接著 80%血量的時候 對自己 因為它是寵物 都會扣血 所以兩用 接著 50%對自己 出這個魔法防禦 因為魔法防禦是對自身範圍 所以會有設定 CD比較久 那 視乎你究竟 效果去到什麼時候完結 這些可以自己設定 另外 最後一項 就是最次要的 第五項 就是對 隊友方面 有時候 Party的時候 都需要用 Party當 我自己血量少於90% 就會對 隊友發動 有時候可能 用100%去做 都不一定 你用CD 可以讓他儘量不要太浪費NP 去救 一般我隊友 都會設定 最終的 對 另外 轉身 就卡這個 去南城 南方平原 當你110層級 到轉身 然後 找這個老師 草物老師 對話 他就會告訴你 其他的草物110層級 之後 就可以來這裡轉身 然後 就會很開心 不知道什麼 什麼 但是轉身之後 他的草物level 會重置 做Base Level 去到1 所有能力值 都會重置 你的成長Pointer 就要重新再點一次 但是你之前所轉身的能力值 就會雙跌加 對 會取代 他的成長率 都會加強 但是你的親密度 就不會重置 親密度 照樣死多少 就會死多少 你要利用一些 草物的恢復值 或者去找一些 草物醫生 那草物醫生是東方國 之前我拍了一條影片 也有說過 如何去恢復草物的 那個 那個 的 好 基本上 就是這樣 還有這個 其實有什麼用途呢 這個商店 那本 書仔 其實怎樣找到你想指定要的東西 其實 這個是主要的名稱 那 第二樣東西 就是這個 點擊這個 道具名稱 有一個檢索的 其實如果你找到那個日文名稱 你可以找到的 譬如我想找珍珠 珍珠 打珍珠 那沒有的 那基本上可以 日文珍珠 應該可以叫做 對 珍珠 或者叫做 眼石 對 那 就會顯示出一些 它的 key point 記錄出來 因應你想找些什麼 可能說 我這些卡片 沒有的話 就顯示不到 有的話它就會顯示出來 不得等 好 眼石 不能顯示出來 那 信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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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沒有的 那 就 找個時空 那它會有什麼 顯示出來呢 時空之時 那你找到之後 這裡會有一點點藍色 你會看到 那就代表找到 那你雙擊它 就會看到 它對應的名字在這裡 那就自然會找到你想要的物品 那 那大致上就是想講解一下 基本上 今天才講到這裡 那 還有 行動上面 啊 還說完 條件之外 還有行動的 行動在這裡買的 那 有些可能被動技能 攻擊技能 在哪裡買 在這裡買的 行動技能 基本上就比較少用 輔助技能 比較多一些 那輔助技能 那輔助技能呢 嗯 補血啦 跟著復活啦 那它有些回復技能 怎樣買呢 跟這些NPC說話 那 買消耗品 應該會重新 那 跟著 選擇第三個 那這些就是成長的 成長的 跟著 就是以前那些成長的 書卷族 跟著 消耗品 第四個 那這些就是 HP NPC自然回復的 被動技能 那基本上 跟這個NPC可以買到 那這些 好 那今天基本上 大致講一下寵物 講一下自己的進度 那 就是 差不多了 那大致如果有什麼問題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 謝謝 真的